- 全新支配者 尤格索托斯 - 全新支配者 尤格索托斯 - 八瘋王潛能解放 - 隊長技能元素BD強 - 消除的符石屬性越多 全隊攻擊力提升 - 三屬四倍 五屬五倍 - 六種符石 全隊六倍 - 記得喔 是六種 - 就是水火木光暗 - 消除符石屬性越多 全隊攻擊力提升 - 寒星 寒星符石喔 注意喔 - 所以 - 雖然說他這邊寫的是屬性越多 - 攻擊力越多啊 應該是 - 消除的符石越多啦 我覺得可能 - 只是文字上敘述沒有那麼完整 - 那符石掉落的 - 機率不受其他技能影響喔 - 包括改變掉落符石屬性的技能 - 像是靜星角 記得喔 你放靜星角 - 它不會靜星喔 它不會靜星 - 那你最高倍率可以打到 - 六六三十六倍 - 六六三十六倍 基本上倍率 - 做一個大幅的提升 原本 - 原本是 - 呃 四四十六倍 - 四四十六倍 - 六六三十六 等於說一個大幅的調整啦 - 就是倍率做提升的部分 - 這個部分還OK 還OK - 那秒數的話一樣是20秒 - 一樣是20秒 但是要雙隊長 八瘋王 - 然後它的這個 - 主動技能 元素掌控數 - 拳 還有生命樂章 現在是雙技 - 所以雙技的卡牌 - 我跟各位提過 - 很建議大家刷兩張啦 - 但這張卡牌 我有不同的見解 - 有一點不同的見解 - 但是 怎麼使用 我現在來跟各位說明 - 第一個 元素掌控數全 - 全隊都吃得到 - 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放雜射隊全都吃得到 - 等於是一個 - 呃 加強版的這個狂魔 - 齁 加強版的狂魔 - 但是狂魔的部分喔 它是 - 呃 所有符石兼具 - 但是 八瘋王是屬性 - 符石兼具 不一樣喔 - 聽得懂我意思嗎 - 狂魔的部分 它是所有符石 - 但是 八瘋王是所有屬性 - 所以 新符石是沒有兼具的 - 不過還是蠻好用 - 而且它CD10 - 它CD10 基本上已經比 - 狂魔再少CD2了 - 所以是蠻好用的 而且你砧板 - 轉出來的話可以破五屬盾之類的 - 我個人認為是非常好用的一個技能 - 然後它第二個技能的生命 - 就是一張CD6 - 發動技能時需要大於等於50%的生命 - 你自身的話 - 就會有2.5倍攻擊力 - 但是場上有其他附加效果是 - 攻擊力會上升至5倍 - 所以我很建議各位放 - 巫女系列增傷卡 - 常駐增傷卡在隊伍當中 - 去搭配八瘋王 - 是非常好的一個搭配 - 尤其我個人推薦 - 含羞草 - 有特哥特性的這張卡牌 - 1.5倍 全隊1.5倍 - 而且還減傷 - 因為寒羞草生命力要高於50%以上的話 - 吸體還會減5 - 所以剛好配上這個八瘋王 - 非常好用 - 非常好用 - 後面的部分我再跟各位解釋一下 - 這個八瘋王的隊伍技能的部分 - 這邊的部分就是一個 - 一個界王拳 - 五倍小界王 - 如果你搭配火屋 - 我舉例 - 火屋進去的時候是5乘2 - 五二十 - 十倍界王拳 - 各位注意喔 - 是十倍界王拳 - 但是你搭配火屋的時候 - 火屋是不是本身你會有 - 那個傷害會 - 所受傷害提升1.5倍 - 但是 - 八瘋王有個特性 - 我剛有講說配寒羞草 - 就把那1.5倍變成 - 一半了 - 寒羞草可以減傷嗎 - 但是後面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- 我先介紹這個隊伍技能2的部分 - 隊伍技能2的部分 - 轉租時間延長20秒 - 那個 - 八瘋王做隊長級戰友這不解釋 - 隊伍當中模組成員越多 - 每回合每combo減傷的越多 - 最多每個手銷combo可減傷15% - 最多每回合個減傷45% - 你看這邊減傷45% - 再加上寒羞草的減傷50% - 大幅的減傷 - 但是注意喔 - 因為模組成員越多嘛 - 我寒羞草不是模組成員 - 但是我以寒羞草本身 - 的這個主動技來做減傷 - 是雙減傷 - 所以雙減傷剛好可以抵消 - 火屋的這個 - 所受的傷害 - 但是記得 - 還要記得一個 -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- 就是不能放木屋 - 因為放木的話 - 你減傷效果就不見 - 所以增傷角 - 你可以 - 你可以考慮就是要放火屋 - 放個火炎溪 - 懂我意思嗎 - 多重增傷 - 再加上多重減傷 - 這一張八瘋王 - 會變成一張 - 非常OP的卡牌 - 解雜射成就 - 也很好用 - 這個部分 - 隊伍技能2 - 做一個搭配的建議 - 給大家參考 - 那隊伍技能1的部分 - 一回合內 - 所有符石 - 轉化固定 - 所有水火目光暗星 - 所有符石兼具 - 其他屬性符石 - 所有屬性符石兼具 - 其他屬性符石的效果 - 重點是 - 轉成無屬強化 - 外含這個新強化的部分 - 基本上水澤就給旁邊先休息一下 - 沒有問題了 - 但是發動條件是 - 九瘋王做隊長結戰 - 有八瘋王做隊員的條件下 - 所以這張卡牌在運用上 - 我認為搭配增傷跟減傷角色的部分 - 是最重要的這個部分 - 你又搭配增傷又搭配減傷的話 - 可以讓這個隊伍的這個倍率非常高 - 而且打起來還不痛 - 重點是轉出時間延長20秒 - 又很舒服 - OK嗎 - 所以卡牌的搭配 - 才是關鍵 - 善用手中的卡牌 - 發揮 - 欸 對不起 - 咬螺絲再一次 - 善用手中的卡牌 - 發揮最大的效益 - 我是平民百姓 - 今天的金幣分析就到這邊 - 謝謝大家 - 掰掰 - 記得分享跟你旁邊 - 卡 - O